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耳朵上戴着纱布 从第一天开始勇敢的而且毫不畏惧疼痛的 就出席了共和党代表堂会 而他在这个党代表大会里头 他发表了很多演说 他的木兰发表了演说 他还提名了副手 他还提名副手让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 我们今天文献士之报为大家做出专题的报道 欢迎你来到川普的时代 不要把他当小丑 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念 他认为美国人有44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下 就是所谓的铁锈区 这个人虽然出身地产大亨 很多过去大家批评他说 你怎么会代表那些铁锈区的人 可是铁锈区的你们这一群人 为什么会去选择川普 作为你们的领导人 铁锈区的人回答说 这么多年的美国总统 长达几十年来 只有一个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是被美国总统 美国国会 美国所有的政治精英 跟媒体精英所抛弃的美国人 所以川普 什么叫川普主义呢 就是美国被抛弃的 跟不上了这一大群人 在美国的高科技 美国的AI 美国的生物科技 美国的Silicon Valley 所向无敌的同一个时间 美国有一群人正在受苦当中 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完全陨落 所以这一大群人 他们成为了川普的信徒 所以不要把他当成小丑 他代表的是美国现在很核心 所面对的问题 他的确很没教养 满口脏话 但是他知道什么叫做 美国现在核心的问题 什么是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已经去制造业 将近50年 而制造业才有可能 养活大多数的美国人 美国过度的追求 科技的各种不同的发展 忽略了大多数人 找不到他们的工作 或者工时工低 尤其是工资非常的低 就工时工资都非常的低 尤其是工资非常的偏低 这个情况 其实台湾很可以了解 台湾也是分成两群人 新竹科学医学区的人 是科技新贵 其他的人呢 年轻人 在三万四万里头 苦苦挣扎 一生永远看不到 他未来的方向 那你把它放大成整个美国 它当然形成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当美国现在经过枪击案之后 川普本来就比八年前 他竞选的时候更强 这我在过去文献时报说过 八年前的时候 美国在贫穷线以下的人 大约三千万人 现在是四千四百万人 所以你看美国的总量GDP 好像它很好 很出色 还是世界No.1 就好像你看台湾的出口很好 台湾的总量GDP一直在上升 可是你看到台湾的人均 很多人觉得 这个人均跟我有什么关系 美国人的感觉也是如此 而川普是为那一群 他们觉得跟不上的人 跟美国的总量GDP 跟美国的人均GDP 他们觉得我根本就落差一大堆 我连食物都吃不起的 那些美国人 它是代表他们重回白宫 所以很多美国的媒体 或是美国我过去所称赞的 自由派的媒体 他们对于川普破坏民主限制 这些事情的批评 对不对 完全正确 可是对于吃不饱的人 对于付不起下个月房租的人 对于自己的生病 看不起病的人来讲 你所说的民主 你所说的宪政 对不起 离我太远 那是你们这一群既得利益 或是你们已经温饱 而且日子过得不错的人 你们所奢望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 我并不否定 但是对我是一个太远 太远的奢望 所以其实如果从未来的历史 回头看川普的话 你不要把他当小丑 这是我一刚开始下的标题 未来历史会记载 川普唤醒了美国 而使得美国的政策 从此改变 也从此改变了世界 接下来川普会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就会看到 比如说 第一个 我们看到川普 他要在这个时刻 扮演一个勇者 因为他知道美国是脆弱的 他要让所有的美国人 看到他 我抱着伤都可以出席 这个情况很像小罗斯福 当然小罗斯福不是他的英雄 可是很像小罗斯福 当时他已经离患了小儿麻痹症 他不做轮椅 然后他站出来 在总统就着眼说的时候 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一样的川普抱着伤出席 美国现在就向我受伤了 勇敢站起来 而民主党呢 还为正为拜登苦苦挣扎 这个人呢 开口说 我可能可以考虑 除了我的医生说 我要退选我才退选 怎么样 还开始骂起欧巴马 跟骂起了 Nancy Pelosi 我们明天会给大家做出 关键72小时 拜登会不会退选的倒数计时 他往一些国际媒体写说 他已经曹你好 这个退选声明 这是假新闻 没有这回事 民主党现在的处境是这样 而共和党迎来的全代会 是川普天天报上参加 这两个形象一落差 你可以想象 在未来的选情会是什么 而川普在这一次 整个共和党党代表大会里头 他的表现 即使是反对他的人 都好像没有办法 对他提出什么样的批评 我们请看这几天 我们趁着着RNP 民主党党代表大会 川普的表现 还有整个大代表大会 所有的人对他 一致如神般的拥抱 共和党正式成了川普党 这绝对是一个专属川普 史上最华丽 巨星般的出场 这一国内 based on faith prayer work because he was sure as Donald Trump turned his head just slightly that the bullet missed him just enough to save his life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当乡村歌手 Lee Greenwood 在2024共和党拳戴会开幕式 高唱川普自己创作的 天佑美国时 这位48小时前 才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的前总统 右耳包裹纱布绷带现身 这也是宾州枪击事件发生后 川普首度公开亮相 纽约时报说 相较于川普第一次总统竞选 走下金色垫幅梯的那个经典画面 此刻的川普难得显露出 他脆弱的一面 尤其是当语会代表 频频高喊战斗的时候 他脸上不但没有一丝 好斗情绪 反而数度哽咽 这跟他过往 总是习惯用恶作剧式的微笑 充满戏剧性浮夸的表演师风格 判若两人 川普前幕僚凯莉康威 如此形容 他看到了一个人 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惊人蛻变 opening night started out relatively sedate until South Carolina senator and former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im Scott took stage On Saturday the devil came to Pennsylvania holding a rifle but an American lion got back up on his feet and he roared We already knew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s a fighter they've attacked his reputation they impeached him they tried to bankrupt him and they unjustly prosecuted him but even in the most perilous moment this week his instinct was to stand and to fight 这是川普的重生日 对共和党来说 何尝不是脱胎换骨的重新出发 在川普精心剥划的美国愿景下 上千名出席代表 用红 白 蓝 三色 制作各式MACA相关标志看板 共和党这次公布的党纲 还从外交 移民到贸易等关键政策 全都以川普竞选政见为基调 不难看出 共和党已正式走入川普时代 美政治网站Politico分析 共和党的具体转变 包括对内 积极拥抱经济民粹主义 对外则维持孤立的美国优先主张 川普还对保守主义 发动全面攻击 其中最主要的是 改变共和党过去数十年 对堕胎议题的立场 全面拥抱关税 当部分发言者公开指称 北约对普丁入侵乌克兰的错误 负有责任 某种程度似乎也在呼应 川普副手万思所言 共和党需要变得更疯狂 且走得更远 我当年年轻人 那一位同志的政治人 叫做拜登 在刻意营造的团结主轴下 川普过去的竞争对手 全都在拳带会第二天现身输成 没有人知道 那些是不是他们真心想说的话 但至少是被允许发表的演说 川普有我的强烈承认 你没有必须跟川普 100%的时间选择 川普似乎是刻意选在看台上 俯视这些曾经的竞争对手 在这个华丽舞台上屈膝以对 纽约时报一语道破 如果想找出共和党改变的证据 只需要看看 谁没有获邀参与这次全代会 像是最具指标性的共和党前总统小布希 两位共和党副总统奎尔和钱尼 及川普上届副手潘斯等 所有被视为川普眼中钉的建制派 如今在共和党都已无容身之地 谨慎台面上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 才协同夫人赵小兰现身会场 就换来全场代表的无情虚身 美国媒体分析 尽管从经济安全到军事国防 共和党替四天全代会设定了不同议程 但整体气氛就像共和党正在庆祝圣血一般 主角川普被吹捧成共和党迄今最伟大的党籍总统 与会代表甚至刻意在自己右耳贴上白纱布 向川普致敬 此时还传出佛州联邦法官驳回特检 对川普机密文件案的刑事指控 更让共和党内对川普个人的喜爱 进一步转化为信仰坚定无比 但全场发言充斥着煽动情绪的假讯息 也让人忧心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内部分裂 虽说是共和党办喜事 但不止场外有人抗议种族主义 反对所谓的2025计划 美外交政策期刊也透露 美国盟友正大举派员在会场穿梭 担心川普执政后 会在芳心为爱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行动中 再次抛弃他们 显然美国的欧洲盟友正在积极处理 对川普连任前景的担忧 那么共和党自己呢 能否如前纽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日前投书纽约时报的乐观文章 在成为枪击暗杀的受害者后 川普会抓紧这个历史时机 带头扭转美国的政治暴力文化 为共和党及其领导层指引新的方向呢 他说当前的美国国会陷入僵局弹劾 即毫无意义的一连串听政会 每次选举都被描绘成 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 双方都声称 这个赌注攸关美国生存 但如果战斗被视为最高价值 所有妥协都被拒于门外 我们的政治环境将永无宁日 身为领袖 应该了解美国人对未来的恐惧 努力减轻而不是利用这种担忧 这样高呼团结 才会是真正也唯一的出入 否则在共和党全代会落幕后 留下的将只是另一个 转瞬即逝的政治时刻